珠宝的意思就是最好的珠宝 而且是莲花上面的一种智慧的珠宝 供养所有众生充满一切 凡是帮助所有众生的都是佛法 佛法没有分民族文化 就像这个人感冒 要么你给他西药的感冒药 要么你给他中药的感冒药 而你还会针灸 你都可以帮助他 所以这才叫学佛的 学佛的人不偏离哪一边 帮助众生的 所以各位在日本生活 你可以学学真言中的修法 净土中的修法都学一学 日本这些神社看起来也很庄严 昨天我们去高野山下来有个神社 听说那个神社是护持空海 变成狗 然后护持空海的 所以他本来就是佛教的护法 那佛教的护法 上帝一皇大帝 特别日本到处有拜这个大变财天 鬼子母 这个鬼子母很重要 念一下 一心七情 鬼子母菩萨 慈悲加持 翁阿翁 如果你有时间把这个护法神名字背下来 护法神你在供养 他也接受供养 特别这个欢喜母他有什么好处 来照顾老人 照顾病人 照顾女人 照顾小孩 所以他叫欢喜母 欢喜母他是所有女神像里面 看起来最漂亮的 他的皮肤永远是16岁女孩的皮肤 所以你修欢喜母法 有个好处是 生生世世 怎么样也不会老 而且照顾病人 所以生病的时候 哪一碗饭 供欢喜母 除病 欢喜母我们台湾人叫惩慕 就照顾小孩子的 一出生他照顾他到16岁 所以小孩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一碗饭放在他床旁边 感谢床墓 帮助他 所以欢喜母对修行人帮助特别大 如果一个真心在修行的人一生病 那你也可以欢喜母求 欢喜母来帮忙你 所以这些都是佛菩萨四限成护法神 大功德天 就代表发财 大便财天 代表声音好 口才好 智慧高 所以每一种每一种 各位都要供养护法诸天 我们来日本 好像一般人都给我们一个讲法 师父 日本鬼蛮多的 刚刚我们早上吃饱跑了 跑去大阪城 跑到后面 肚子饿得要命 我早上吃得很饱啊 哇 这边鬼好多 我肚子饿死了 我说你讲我已经很饿了 赶快买玉米吧 明明吃饱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众生 他求你 他让你感受到他肚子饿了 这还算不错了 他没有感受到他生病已经不错了 所以各位我想 修行就是要修到能够感受到对方的苦 所以我们修行人每次吃东西 像他们今天拿一个冰淇淋给我 师父吃冰淇淋 好好好 我才不吃的 偷偷偷偷拿到草后面 嗡啊嗡你们吃冰淇淋啊 难得加菜啊 平常都人在吃 他们没有人要供养他吃冰淇淋啊 所以佛我们都会供养 神都会供养 就是这可怜的众生没人供养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啊 慈悲慈悲啊 我们都会身上带一点米 嗡啊嗡 所以这次要来就 有些葡萄 师父你要去日本啊 我说对啊 房间很危险 还好啦 一进房间 撒两个甘露水 放几颗米 嗡啊嗡 请问房间的众生对你好不好 哎呀没碰到这种好人哦 这样 他什么都照顾你 不用闹钟 准时叫你起床 因为你对他很好 你对他很好 所以各位 佛教只有教我们一个方法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就这么简单 不要怕他 越可怜了你越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所以我们很好 我们学佛就是 相信有轮回 真的有鬼 有神 这是日本有一个很好的现象 相信祖先很重要 相信有神 对不对 相信有鬼 而且更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传统 这也是我们唐朝佛教 传到日本来的 不过讲到这边 我今天去大阪城 我必须讲 事实上我们今天 我们团体 我们这次将近一百位去 我们以前都做过日本人的 现在只是换个时空 现在换我们做华人 所以你不能跟对方对立 因为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所以让你去了解 所以各位 你到哪里发生什么事情 都没有巧合 没有意外 绝对没有 今天各位来参加 这边有排位超度法会 结果你回去头痛了 因为头不舒服 这个是代表消夜 你晚上睡不着觉了 代表还没超度完 继续超度 所以这些感应 只是让你了解这些而已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 做什么事情 你要想的未来 不是光今天逃避完就算了 老实说各位 我们华人跟日本人 外表上 是不是日本人看起来 比较白比较干净 有没有 因为他们不喜欢乱丢止血 我们华人就 没看到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外表看起来 比较白 一个外表看起来 比较多颜色 不一样 所以什么样的环境 我在英国 我们有一位居士 他们要去请英国居留证 弄了老半天弄不下来 他说别人都拿下来 我没拿下来 师父他逃落税 在英国赚钱没缴税 所以你就拿不下来你的签证 那个主考官就看不下来 后来他就把这些钱 他说师父我报了好几岁 花了很多钱 然后去放声也花钱 花一花总共2.9万英镑 2万9英镑 那我说你算一下 你逃落税是吧 就是那个钱 我说对了 应该可以过关 搅完了 所以各位这是真理 你今天你到日本来 你也要搅税紧 那你做事业才不会有障碍 这是英国百分之一百 学佛就是了解这个真相 这个跟佛教没关系 佛只是看到这个真相告诉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住在日本 那是我们这一次我会来日本 因为我本来就做过好几次的日本人 所以我才会来日本很多次 所以我去过的 每个地方都是过去是去过的 我见到的人都是过去是见过的 所以这次我在日本看到我过去是妈妈 我还带她去拜我爸爸 她还不知道我在拜什么 爸爸会讲说那是你老公 我是你儿子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拜 她说你为什么要跑到这个火墓去 其他团人不让她来 他们不用来 我要来你也要来 我们去拜拜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 我们了解佛法以后 你要相信 像我们今天能够大家坐在这边聚会 都是我们过去世 已经很多次聚会了 不然这辈子碰不到 所以你跟你亲生 你跟你太太 你跟你儿子 都有很深很深的缘 只是你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就知道相处的方法 如果你 我比如说 哎呀 为什么我儿子都不听我话 我怎么讲都听不听呢 你儿子过去是你爸爸 他听你话 他不骂你不错 哎 有点道理 他每次骂我 所以各位 这些道理很简单 佛法是要让你看到真相 这没什么 事实上看到真相 只是你心平静了 你就可以知道别人的真相 这很简单 水如果清了 那个相就会献出来 所以 所以 你就可以有直觉吧 或许你看不见 但是你有直觉 这个人跟我有缘 这个人跟我有缘 所以有一次我去美国 还跟女生 她叫师父 我跟你很有缘 我都不敢讲 过去我老婆 我说是有缘吗 好像没有 因为你有直觉吧 我去印尼 有一个印尼人 他听不懂半句 每次都坐在第一个 我一看 这个不是我妈 就是我老婆 我看的样子 不像我妈 他就执着 听不懂 我要来看你 没有看到仇人 已经不错了 看到仇人 他就是要骂你 没事也要骂你 我有一次去 去不知道纽约 刚出来一个饭店 刚刚有电话 从口袋拿出来 就有个人跑来骂我 出家人拿什么手机 我又没骂你 对不对 骂了一顿 我赶快放口袋 以后 我跟我们在出家室 公开场合 不要拿手机 因为我们出家人 不能拿手机 偷偷到厕所就讲 不能拿出来 因为他认为我们是古代的人 后来我就问 为什么骂我 师父 不错了 他没打你 不错了 你过去又打又骂他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世界 真是如此 你要相信 所以我讲这个 各位 你也讲 洁善园 我刚刚讲到米 我希望各位走到哪里 点个香 或是我去印尼 他们都给我一朵花 印尼干嘛 拿这个花 到巴厘岛 各位有没有去过 巴厘岛一定会拿着花 对空中供养神 然后这花掉在地上 供养地方神 所以他们就教我念一些咒语 哦 这样 那就供养神 那你就跟当地的 这些神明 因为巴厘岛 最婆罗门教的 跟佛教结合在一起 所以佛教是施死 婆罗门教拜神 所以他们就结合在一起 供香啊 食物啊 花啊 窗户摆一个 后门口 前门口 做巴厘岛的女人 很可怜 一大早要弄 要二十盘花 二十盘 至少窗户 玻璃 窗户 开车的地方 每个地方都摆一盆 有香 有灯 有花 摆在那边 尊敬他们 这也是巴厘岛 成为一个 很有神明很多的地方 所以巴厘岛去 感受到一种 不一样的气氛 不一样的气氛 因为神的气氛 所以神社里面 没什么的 里面真的有神 很清静 只是说 这次我们有讨论 日本除了神多 就是阿修罗多 阿修罗就喜欢竞争 喜欢竞争 压力很大 所以很容易 很容易要斗争 要打架 不太好搞的 意思就是这样 派系很多 所以 当然每一个世界 都有每一个世界的 共业 不一样的思想 不一样的共业 如果你到加拿大 到很多牛西亚 好像来天上一样 那种清静 因为他们的人 不喜欢 不喜欢 就自己的花园 弄好 就像一个清静的地方 那是比较自我一点 所以 那当然我们学佛了 就是希望 了解这些真相 对每一个事情 都要慈悲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